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原先的这个花园里面的已经有一块这种比较大的花钢岩了 我把它先放到一边 根据我预先设计的花园的形态 把这个草皮呢把它卡出来 这些草皮呢其实用一个平头铲 把它铲出来以后呢还可以补重的 只要好好浇一浇水它很快又会长好 日本花园呢一般讲究的话呢 它会有一块叫main stone 由于这这块石头呢已经在这里二三十年了 所以我就把它定位为main stone主石 现在呢我要找一个位置放一个最大的石头 这个石头呢大概有应该有300到500磅 我用这三根山木的木桩准备做一个支架 然后上面呢掉一个滑轮组叫hoist 用这个hoist呢可以把这个石头把它掉装起来 这个支架呢其实也是做日本花园 非常实用的一个简单的工具 尤其在一些机械不容易到达的地方 其实这样一个简单的工具呢实际上是非常好用的 好这个支架就搭好了 还是挺稳的 我用一个钢锁把它挂在一个木头的端头上 我整个人掉上去呢纹丝不动 效果非常好 这是我用来掉装石头的hoist 这个rating呢是一吨重 足够用了 这个工具呢我是在amazon上买的 只花了80块钱 我觉得还是蛮便宜的 不过呢除此之外呢应该一般家用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用处 可能以后如果有workshop以后呢 可能会掉在天花板上 用来掉装一些比较重的东西 这根钢绳呢可以往两个方向拉 一个方向是往上 另一个方向是往下 这个不知道滑不滑这个是自行车那个刹车线 里面是钢丝 但是在外面有一层塑料 但外面有一层塑料 就不知道这东西会不会太滑了 试一下 试一下 看来还是不够力 瞬间就断了 那么现在呢我用这种捆扎带 这个是可以承受1万磅压力的 用它来掉装这个巨石 做这一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脚划然后手之类的尽量不要放在这个石头的下面 因为一旦这个石头脱落下来砸到地上的话 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我把这个小推车放到这个石头下面这样的可以搬运它 这块石头呢是我这批石头当中最重的一个 这块石头呢是我这批石头当中最重的一个 不过呢这个一吨的hoist把它吊起来还是毫不费力的 没有任何问题 实际上用这样一个工具呢 主要是它可以把这些石头吊起来 这样的你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形态 可以去转动它非常的方便 现在我把这个石头运到位以后呢 在需要吊装的地方又搭起这个三脚架 然后把这个石头吊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吊起来以后呢 这个石头就很好摆放了 你怎么放它都可以几乎不用什么力量 我用了一块木头的block把它垫到石头的下面 那么我这样做呢是为了方便把这个绳子呢 能够很方便的把它取出来 一般更好的做法呢是用粗一点的钢锁 这样把石头放到地上以后很容易抽出来 但是现在由于疫情呢 那个装修店的都关了 所以买不到这样的钢锁 那么只能用这种捆扎带 对很好很好超级好 太好了很好很好 好现在这个石头基本上就到位了 现在我需要把这个绳子把它拉出来 然后再把它拉出来 这个石头一旦接触到地面呢 像这么大的石头几乎是纹丝不动的 塞土给你录一点 现在需要把旁边的土壤的尽量塞到下面的缝隙里面 安装这些石头的一个标准呢 就是它要纹丝不动 如果你踩上去它还在晃动的话呢 那么这样呢就需要进行一些调整 这个石头呢 就是感觉是从地里长出来一样 非常的坚实 这样才比较好 现在我安装这样一块小石头 一般在地上呢会挖一个小小的浅坑 还可以放一些碎砖之类的 防止这些石头进一步的下沉 这种石头呢一个人还是能够搬动的 把它滚上去就可以了 手动呢可以调整它的位置 如果踩上去以后还会晃动的话呢 就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把旁边的土壤呢把它塞实 这样呢它就不会动了 如果仅仅是把石头放在这个土壤上面呢 就不太好看 另外如果你走上去呢也不太安全 这块石头呢应该也有三百瓣 这块石头的上面呢比较平 我准备用它来作为基石上面放一个日本的石灯 其实日本花园呢它主要是要模仿自然的状态 所以很难有预先的这个设计 这些石头的摆放呢基本要靠现场的这个灵感 因为每一块石头都是不一样 摆放的角度地点的不同呢 会营造出不同的景观 放好 这些水 做得不太好 没种 鸡蛋 鸡蛋 放igt 可以了 鸡蛋 放了 鸡蛋 放二冬 放大红 鸡蛋 放大红 现在在这块石头前面我会安装一个日式的花岗岩凿制成的洗手盆 其实更常见一点就是用这种洗手盆做一个水井叫蹲距 那样的话就需要在它的下面挖一个很大的坑 上面还要里面还要摆放一个储水的容器 里面装上水泵然后把管子接到一截主管里面 然后通过这个主管向这个洗手盆里面流水 这个水井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日本花园的一个水井 但是我呢就更简易一点就把它直接放在地上 然后呢把它放上水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简易的做法 因为在加拿大这边呢买不到这种大口径的主管 而如果采用其他的管子的话呢又没有这个意境 所以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这个水盆看着不大 实际上也有差不多70公斤 还是蛮重的 是天然的花岗岩造制的 需要调整一下水平 因为里面盛满水以后呢 要有一种镜面的效果 这边还可以做到最后的地方 要是天然的水平 所以我就给它们打凄个水平 这些大的石头安装好以后呢 就需要调整一下这里面的地形 实际上呢 这个巨石呢 它是作为山 而小的Pistone呢 它是作为水 这个地形的调整呢 实际上就是展现了 这个水的这个高和低 这个地形调整完以后呢 整个日本花园呢 就初见出行了 有一些意境啊 逐渐的体现出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 好的 这一期的小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请给我一个sum up 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 或者还没有订阅 不要忘记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未来更多精彩的视频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小铃铛